十七國小學童大秀琴藝 拉出悠揚樂音 為向大師挖寶米樂特展揭開序幕 裝扮成彩茶姑娘及日本料理服務生的小尖兵 向新竹縣長邱靖淳導覽解說 市長你認為這批判的名字叫是誰 就是誰 是米樂的太太嗎 沒錯 是啊 被我打中了 學者的太太她是米樂的第二任妻子勒梅爾 早期為了生活 轉移模體化而同意插畫為生的米樂 因為沒有前期模特兒 所以就以勒梅爾來當作模特兒 畫中的牧羊女彷彿穿越時空現身導覽 米樂也有創作出不少以牧羊女為主題的畫作 這幅造著編織的牧羊女是油彩畫 描述的是風丹白鹿森林一帶 利養牧羊的空閒作者編織的少女 還有學生全身上下著泰雅族服飾 用泰雅族語導覽相當有特色 這是廣達文教基金會首次將由於一展帶到新竹縣 與縣政府共同舉辦的活動 共展出四十三幅 包括最著名描繪農村富人生活樸實彎腰剪食稻碎的十歲 農人感謝上帝的玩倒和以黃金三角點創作的牧羊女 透過藝術讓學生學習藝術學習感動